其实我挺兴奋的 我真的很兴奋 然后什么贵的东西我都买 什么东西啊 我这样 我光是一摊鱼就买了六七千块钱 音乐人的快乐 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卖玉买菜还有打小白球 55岁张宇15日下午 继续过着惬意的生活 咱们锁定坐标 中山区高尔夫球练习场 远远的就看见一个 熟悉的身影 挥杆 挥杆 再挥杆 经过勾哉哥哥 公平公正公开的确认后 一落点全都往右偏移的成绩来看 章鱼的球技应该属于初学者Label 虽然球技犹带加强 但是章鱼的努力 我们都看在眼里 而且身旁还有专属教练 随时standby 细心之道拯救之下 他积极猛力挥杆 相信章鱼成为小白球高手的日子 指日可待哦 为了不让手臂隔天剃去 下午4点多 章鱼就和教练say goodbye 他把球杆用具 收进黑色球袋内 独自背着球具 走到停车场取车 开着要价558万元的 B&W M3跑车 离开电习场 好奇55岁的男人 下一站目的地是哪里嘛 于是乎跟着章鱼的车尾灯 最后来到了他位于新店的住处 B&W M3运动完就回家休息 章鱼那些年 版退休的日子你羡慕吗 有一天突然觉得 我甚至没有跟任何人商量 比如说我没有跟老婆讲 没有跟知己人讲 我就非常任性的就发了一篇 微波 就是我无限期停 而且真的累了 因为我觉得前面几年的生活太过于 太忙太累了 对 然后有时候不太知道说自己的 自己是变成什么样子 比如说我们今天下了飞机之后 然后开始坐车 然后赶到下一个城市 然后下一个城市唱完之后 其实有时候你早上起来 不知道你在哪里 然后可能一早起来 可能中午再唱一场 中午唱完一场之后呢 就下午就赶快飞机再回来台北 然后过两天之后 你怕他又又飞出去 其实这个生活怎么讲 我现在自己想起来都会觉得 挺恐怖的 现在张宇把人生脚步放慢 也没忘记曾和他合作过的 战友袁维仁 袁维仁四年前因脑溢血病倒后 至今仍在台东老家疗养 近来张宇和春子红老师等人 发起小胖基金为他募款 每个月会4万元给袁维仁家人 其中3万元是他的看护费 1万元为营养金 无期前也会不时到东部探望他 而袁维仁儿女的学费 则有陶金银黄远玲帮忙负担 有这些好朋友帮忙 希望小胖老师可以早日康复